5月23日 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在上海临港芯片区名炮开工 据悉 该工厂是特斯拉在美国本土之外的第一座储能超级工厂 也是特斯拉入华10年来继上海超级工厂之后 在中国的又一大型投资项目 当天 临港集团与特斯拉完成了中国首批超大型电话学商用储能系统 MagPack的签约 标志着特斯拉储能在华业务正式开始新篇章 首批MagPack签约订单共8台主要应用于临港芯片区的数据中心 以此丰富当地产业链体系 助力上海构建绿色能源体系 推动城市向更加环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你现在大模型AI的发展对算力的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数据中心就是算力的基础设施 因为数据中心它需要的电力机器是比较大的 而用储能设备的话可以很大的缓解对电网的电量的一些压力 据悉 本次上海储能超级工厂的洽谈到签约仅用时一个月 再次刷新了临港速度 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投产 投产后MagPack年产量将达1万台 储能规模近40几瓦时 产品将供全球市场使用 其实和我们整车的超级工厂一样 我们的储能超级工厂的产品也是分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供应中国的储能的市场 另外一部分也会供应全球的储能市场 相信我们的储能产品能够在中国的双碳战略和能源转型当中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 特斯拉储能产品于2015年推出 目前遍布全球超过65个国家和地区 是特斯拉增速最为迅猛的业务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